嘿嘿 开始啊 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样子是正常的吗 是正常啊 是正常 欢迎收听这双还有9号版 今天是其堂欧北共 那我是Red 我是老肖 好久不见 真的 你给你感冒好多了吗 都在破边啊 你到底感冒多久 没有啊 你不觉得现在感冒很奇怪吗 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是确诊还是普通的感冒 因为现在你也不需要去特别 就是说报告公司啊 或是说要去申报什么 但是 是不用啦 是不用去申报啦 就感觉这个COVID跟生活融在一起之后 好像大家就不太这么在意 你到底是不是确诊 没有啊 就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嘛 干上捷运的时候 有人也是骚到这样啦 我没戴口罩啊 我干真的很多欸 不是这样吗 因为我脸皮很薄 所以如果我像前阵子这样一直渴的状况 我就不太敢做大众运输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连班都不去上 不是 班都不去上是有点夸张的啦 不是因为你怕影响到其他人啊 对对对对 人家搞不好担心在心里 然后家里还有老小 然后也不敢好意思说 你赶快去验一下啊 你到底是不是确诊 也不好意思这样子对不对 你后来有验吗 我没有啊 你没有啊 你没有 所以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事 是不是二雀 反正你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我跟妳讲如果我这次在雀 烧咖最严重的就是 我就是四雀了 四雀了 干这么夸张 你烟要戒掉啦 不是 我觉得这不是烟的问题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你烟要戒掉啦 OK啊 我刚刚在楼下就没抽啦 对啊 你进步很多啊 对啊 棒棒啊 棒棒啊 我后来也有点小感冒 然后我发现那种就是 是不知道为什么呼吸道的状况 我也是啊 干整个很容易压起来呢 我也是 那个痰跟鼻涕 我操 真的是 对 可是我这次还好没有发烧啦 所以我又没有特别想说 到底是不是确诊还是什么 然后就是吃那个抗过敏 或那种流鼻水的药什么 嗯 他就世界爱睡耶 哦干 那个抗组织安扛不住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啦 我有吃咳嗽药 可是他没有让我试睡耶 哦 你就是单纯咳嗽 我反而希望他可以让我试睡 因为睡眠品质不是很好 你是怎样 压力太大是不是 没有啦 最近业绩很差是不是 最近一直都很差啊 不是最近 哈哈哈哈 差很久了是不是 差很久了 本公司现在目前有点状况 真的啊 不过看你还好啊 没有 所以现在才要发展副业啊 对不对 诶 总经理会听啊 会听 会听 总经理好 总经理好 今天是体谈欧北共的第九还第十啊 我怎么每次急速都记不起来 那今天一样准备全部都是篮球的主题哦 就找了老肖呢 来跟我们搭档 我们大概有将近一个半月没有录音吧 有哦 有哦 对对对对 你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可以聊篮球 我也可以聊很多其他的 你想你想了解其他的是不是 我都可以啊 为什么我听起来就是色色的 不是因为你今天发给我的主题 大概发了有八成都是啦啦队啊 对啊 我对啦啦队说实在的专严不深啦 我必须讲 没有没有没有 你不要不要那么客气 你不要那么客气 这个这个这个听起来就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我确 我真的是看球比较多啦 啦啦队那些这个我觉得还好 看球 看球比较多是后面有篮球的啊 李珠逸嘛 后面大概只有十分钟吧 前面十分钟都是啦 对 OK啊OK啊 反正你的频道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啦 对啊 今天找老肖呢 主要就是 我们之前本来要开录 然后因为后来他感冒了 那我们就这样pending 所以今天的内容 老实讲有点追溯到甚至七月份的一些新闻 嗯 对对对 那我想就废话不多说啦 直接就就进行今天的体谈欧北共啦 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 第一个主题我们要聊的就是说 哎球技交流好像不是重点哦 啦啦队的交流才是重点 就是最近啊 啦啦队的交流真的有点频繁 对 确实 那个很多都 是之前我记得有上上上级还上级 我们就有讲过 我们就讲过 哎我们真的是 魏普先知哎 不是 是你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地方 すいません すいません 我们就有讲到说 像我们也有壮壮去韩国啊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些韩国啦队来台湾交换生嘛 交换生交换生 对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我们觉得 你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说你好像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哎 但是现在 但我发现你好像最近很喜欢 最近需求量有点大 我看你的主题都是 对 进口啦 今天大概前40分钟都会聊这个 后来发现 这个博来品也不错 不是我先跟你讲 哎我出差回台湾之后 嗯 然后带小朋友还有我老婆 我们去大巨蛋看球 哦你去看哪一场 我们去看那个就是 我差点快忘记了 你看你就是不在看球嘛 帮汉降队兄弟的哦 哦 干那汉一直流 对对对对 这个是看谁 轻轻棒棒 不是 你是坐哪一侧 没有我们坐在外野 因为老实讲票真的有点贵 因为那一天的主题是卡拉OK主题嘛 哦 所以请了一些歌手来唱歌 那总之那一天就是请了炫哑啦 哦那一天哦 那个我本来要去耶 对对对 但是你有看到炫哑最近的那个照片 有啊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哎干这 哦干你盾好久耶 我觉得好可怕哦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我朋友他就是说 他是台中人 对 他约我说 哎你要不要去看哪一天哪一天的兄弟 那天炫哑会当赛后嘉宾 对对对 会唱歌 你知道隔天是谁吗 谁 罗志祥吗 真的假的 我我 我自想 我对他 好没关系你先继续 没有没有 我重点是要讲炫哑 他真的变很多 真的变得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炫哑 对变得比较 比较活在自己的炫哑 呃比较健康 变得更 呃 变得更开朗 哦成熟 OK 成熟了 跟他之前那个形象 以前就是 我们现在讲话都很保守 一开始出来就是可爱风 我觉得 我觉得下面万一有 真的哪一天有留言 真的会泡得蛮严重的 哎你不用管那么多啦 你自己有讨论才有热度 OK好了 好不好 我们要接受任何批评指教 OK 反正炫哑以前是 炫哑以前是首可爱风 后来就开始有转换坏坏性感 对那现在是真的坏掉 我们那天没听完 因为真的太晚 然后小朋友到炫哑那一part的时候 整个电力已经是负的了 就整个他 我儿子已经瘫软在我身旁 就是说 巴逼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因为五点开打 对 你知道噼里啪这样一路这样 加这个主题之后 搞下去搞到几点 我们真正 我们其实还算提早走 搞到要走的时候已经十点 是哦 对 可正常啊 你后面演唱会啊 对对对 老实讲算正常 但是我一直说 如果你真的有带小朋友的 那小孩真的 你不能带他去看炫哑 你要带他去看皮卡丘主题周 或者是那个 火影忍者 玻璃 玻璃啦 玻璃 对他现在还在玻璃啦 火影忍者或者是脑筋集团 或是insideout 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拖手出场开台玻璃 送他出来这样子 玻璃玻璃玻璃 不是这样 嗨起来 大家举起你的双手 小朋友直接嗨到爆 好像 妈玻璃耶 对对对对对 后面打什么不重要 对啊 然后那一天我跟我老婆有个共识 就是我们觉得法乡区真的很像 你坐外眼啊 闻得到啊 没有没有没有 虽然闻不到 我跟你讲用眼睛看 我们就觉得说 眼睛有这么好 对 我跟你讲 你用目视 你真的可以看得到法乡区 如果你真的坐在那 我们真心 我们两个都觉得 你根本没有办法真心看球 真的没有办法 不是因为坐在那边就没有要看球 因为那个全部都挡住了 你知道吗 不会挡住啊 其实啊对啦 应该说是如果换主客队 如果互换的时候 攻手互换的时候 那啦啦队 他们毕竟是坐在场边嘛 他们中间有一段 有几局会休息啦 对对对对 那我意思是说 其实每一局在攻手交换的时候 他们其实 换另外一方在攻击的时候 他们是坐在场边的嘛 那基本上还是看得到球啦 确实 如果换兄弟在做打击的时候 哇靠 那个应援不得了喽 阿娘耶 所以你的感想是 我的感想是下次 可能要考虑 买个法相去来尝试一下 看自己血压会到多少 带老婆吗 带老婆 带老婆 拼了拼了拼了 好了好了 我期待 没有啦 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去球场 确实不是单单只有看球 因为其实你 你今天主题很多啦啦队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慢慢运动市场 也开始把啦啦队当成一种 应该讲商品吗 或者是资产 就说可以赚生产 我觉得是资产啦 是一个无形资产 无形不行 它是有形啦 很有形啦 那すみませんです 我用错词了 很有形啦 没有就是说 这个东西或许在球团的收益上 现在在台湾市场 已经占了很大一块 对 就是你光是卖这些周边 然后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经济 或是什么 就是合约内容怎么签 就哪些收益是归球团 哪些是归经纪公司 反正 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有市场 所以大家promote它 去喜欢它 或是花钱到球场看这个东西 也是很正常的 你知道连昨天我跟我老婆一起看低卡 低卡 低卡video 然后昨天刚好嘉宾是李多慧 嗯 靠连我都屌屌 他中文现在很好 怎么会这么好 超 什么我整个吓到 我想说哇靠 他已经可以听得懂跟应对 对啊 干超强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马上带到后面的话题 就是说 你看韩国的这个拉拉队 韩国拉拉队他们把自己 怎么讲他们的训练 很很精实 我觉得他有一点把所谓我们看到在韩国女团的那套拉斗 对 搬到拉拉队来执行 然后虽然我们等一下要聊到可能他们背后很心酸很邪悍哦 对 可是你看那个模式复制出来之后 嗯 哇塞 那个战力指数拿到球场上来 淋座啊 就是很 私底下也很懂得精进自己 对 不是只有说我表面出来摆摆拍 然后就是那个 我后来真的去看李多慧的YouTube 有一些影片 那个真的剪得很好 是哦 对就是 嗯 他那个剪的方式跟拍的规格 我都觉得好像在搞很像小电影 你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原来你看李多慧的感觉像是在看小电影 不然你觉得是 会有其他的 我不知道 对 基本上我是到这里了 ok ok 用小电影的眼光去看许多慧 ok ok 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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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道歉 我会被泡 许会心 今天再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因为最近篮球也开始有一些国内的自然有一些交流赛的 近期呢即将有所谓的台韩交流赛 诶这个我觉得很屌诶 对那就是韩国的KBL水源呢 KT音速弹 音速弹 对跟这个高阳索诺天空枪 要跟我们呢来进行一些交流赛 是 其实这个水源音速弹啊 他是去去年 应该是说2324球季的亚军 他是有打进冠军战的 你有研究是不是 他本身哎呀开玩笑 要上你节目不做点功课 我没做 没关系 全部推给你 我稍微爬了一下 他是他是2324球季的亚军 他打到冠军战 但是好像是4比1被干掉了 但anyway他算是传统强队 他强队 就是传统竞履啦 传统强队啦 对对对对 那里面他当家后卫许勋啊 他是国家队代表吗 对 OK 一八二公分吧 所以这一次来的看点有一个就是他对上我们的那个 他是对上那个台北战神还有那个梦想家嘛 那我想梦想家大家都知道说 近期签下了小安 对 好看哦 对啊 许勋队蒋玉安 好看哦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模式产生了之后 会在接下来以后每一个夏季有可能都会有所谓的 亚洲对亚洲球队之间的一个交流赛 我觉得是相当满可以期待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就是啊 这个职安球队他的啦啦队 其中超高人气的那个成员叫做 金金儿 我这个真的很难念 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念 真的真的 大家自己可以去爬文 还有一个 申士兮以及李金柱 李金柱 对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些啦啦队成员们呢 他们会来到 会随队来到台湾 然后帮自己的球队加油 可是韩国职安我真的不知道有啦啦队 有啦 我真的以为只有那个KBL的职棒他们有 都有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还敢带来 不怕再被挖角吗 我觉得 还是说现在他们也 还是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想法是大量输出 哦 不然整体都缠缠给你啦 都送送给你啦 反正就是来你喜欢反正就来谈价格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啊也许有可能 而且这个输出来讲对他们来讲搞不好他们就会觉得说 他们自己搞不好有存一些其他的后辈更多的人员 练习生这么多 对啊对啊 对啊随便筛选都一堆啊 是啊 那其实韩国啦啦队这个部分哦 刚刚其实老肖有提到 他们其实好像就是这个时候来 会不会有可能顺便来谈谈 然后来签约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就是其实这一段期间包含李多慧啊 然后还有安之环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李亚英 这些韩籍的啦啦队大局来台 那他们来台的原因其实有个目的就是 不要讲目的好了 最主要有个根本就是生存 所谓的生存就是要赚钱 那因为在韩国那边他们的啦啦队的薪资 其实普遍都没有到很高 这个我有听说好像说 大概就差不多月薪差不多2万6到2万8这样子 这个有点扯耶 这有点扯 对台币 当然是台币如果韩币更惨 韩币的话他大概每天真的是在吃泡面 大概没办法生活 台币2万多 对然后据了解就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啦啦队成员有受访过 其实有表达就是 他们其实这样的月薪对他们来讲 平时的开支很硬之外 他们真的就要想办法去接很多的 副业 广告啊或什么之类的 anyway 反正就是尽量靠这些去cover掉自己的 所以这样子通通加起来的话 好像一年的年薪也才差不多50万台币 难怪要来台湾啊 对啊 我觉得台湾现在在就是职棒 或是我讲职棒好了 大家比较有熟能想 讲讲职棒 这些我觉得他们的年薪啊 就算扣掉那些经济有的没的 只要是在台面上大家都叫得出名字的 我估计两三百万跑不掉 我自己在猜啦 至少应该都要有 因为他们私底下通告代言接这么多 嗯哼 然后其实有一个YouTuber叫做 我是三米是 他其实有特别为了这个组 然后来做一支影片来探讨这些内容 那他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韩国拉拉队他们大部分都是按天来计算 行资 所以没有比赛时间就没有收入 没有比赛的时候还要接受额外的训练 这个训练不只是可能舞蹈训练 表情训练什么的 那这些时间是没有酬劳的 训练是没有资心 我不晓得是不是会到资心 我说自费吗 去学这东西 不是不是不是自费 就是说他们可能跟团他们有聘老师 那时间来了排定了某个时间 可能要做一些training 那一些training的时间 他是不给你薪水的 对我们 我知道啦 就像你公司派你周六周日去上课 也不给你薪水啊 对啊对啊 差不多这个类似意思 但我们公司不会啦 不会这么残忍 还是不会这么好 还是不会派我去 不会派你去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应该是没有这个 老了 老了 翅膀硬了 翅膀硬了 有点无法掌控了 总经理你看他 那加上就是说 他们训练其实文化非常严格 还有一些 我在猜 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制度 我所谓的制度是指说 学长学弟 学妹学姐子 这个在韩国很普遍啊 对 我觉得这种职场文化 你不要说啦啦队了啊 你妈你干你军中什么哪里就有了 都是一样啊 更何况是他们这种啦啦队环境 对啊 但他们这应该是整个社会氛围都是这样 他们很讲究伦理辈分 对 就是上下关系很明显 而且再加上他们 他们的说实在服务员也比我们广大 所以要做这样的行业的女孩子们 我相信也不少 那不少的情况下相对就变得比较竞争 所以你有可能你的上场跳舞的表现机会少 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两次或两三次 你没有随对来做一个可能练习或什么 会不会你可能就 淘汰掉 对就拜拜 因为太多人选可以选 是是 所以我觉得来自情有可原 只是说现在本土的辣 我觉得你这个态度跟之前几集完全不一样 直接想说有必要吗 台湾飘浪的女孩子很多啊 有必要让接受这样一直 这拉罗队也找喂 我的话还没讲完 其实我就是还是觉得说 我还是支持本土 然后呢 对啊我就是秀秀直加油 你现在就在喊话嘛 我听得出来 因为他曾经有听了我的节目 我有点吓一跳 他有回复你就对了 有回复有回复 真的啊 对对对 高喷不起啊 他粉丝十来万啊 真的啊 我他妈的才几百啊 我帮你期待一下 那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觉得 以上次我去参加大巨蛋的这个比赛 去现场看这样子的感觉 我会觉得 寒值如果有加入 确实是有一些吸睛的效果 但是这个东西会不会时间拉长用久了之后 这个方式这个模式用久之后 会不会到时候胃口会被越扬越大 我是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耶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像你讲 因为很多女孩子愿意投入这个产业嘛 就是他可能本来就是想要朝荧光目前发展的 那啦啦队是一个跳板啊 对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跳板 所以always会有女生 就是年轻的女生在加入 所以观众会看到不一样的人 口味就不一样了 就是他有新鲜感应该就还好 对啊 那现在就是说 这韩级的啦啦队 他们这些女孩子们大举的来台 那其中呢 比较有一位知名的 就是你刚刚有提到的 叫李珠 尹吧 那是尹吗 是啊 是尹吗 我像很害怕被炮了 李珠根 应该是 因为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叫李珠恩 所以那个翻译是李珠恩 应该差不多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 你好险喔 你真的救我很多 对不对 现在就是有专家表示说 这个还有专家 有专家评估 你看看他呢 单场的应援有可能破万 然后单月有可能会接到 将近40场的商业 我算了一下 他说40场的商业 他平均每一天都有商业 他这个人不用休息 我跟你讲 那个就是短期打工啊 哪有差 他来这边赚个一两年 回去可能就 他来这边应 不要这样讲 来这边一个月 赚到的钱可能是他在韩国一年的年薪 有那么夸张 你刚刚讲一个 你刚刚讲年薪50万而已啊 是啊 是啊 他接40个通告没有50万 不可能吧 但反过来他们怎么没有去检讨 他们自己韩国内部的经济问题 有啦他们现在应该开始在反省了啦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球队说 有点想要禁止他们输出 输出到台湾来 对不对 但是我想这个跟球团的约应该是分开 经济约跟球团约应该是分开的 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子任意的流动 对啊 因为照这样搞的话 其实 其实真的一票过来的话 其实也是蛮猛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 阳情折磨而期嘛 那你喜欢韩籍还是喜欢台籍啊 你自己老实讲 你说球员吗 怎么可能是球员呢 怎么可能是球员史密达 我觉得各有好坏啦 因为毕竟 韩国的啦啦队队员对我来讲 就是相对陌生嘛 嗯 那你台湾的还是比如说壮壮 我都叫的就是能够朗朗上口嘛 对 那李卓人这个你就知道 诶这个应该不会待太久 可能来个一阵子就会再回去 那只是短期在球场上帮我们增添一些 诶球场上的一些这个亮点这样子 嗯哼 我的感觉是这样啦 那也是让顺便让这个职棒运动有话题啊 我觉得也不错啊 是不错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如果我是球团的这个marketing的部分的人 对我还是会邀请他们来担任什么可能短期的 嗯 短期的应援团 我可能长期不会这么做 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最近让我看到就是 我觉得有些球团好像长期感 感觉要这样搞 你懂吗 因为大家好像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了 嗯 啦啦队怎么里面没有韩集 我觉得你就把它想成很单纯 就像是演艺圈 因为他们这些女孩在荧光幕前 其实也算是半个演艺人员了 嗯我个人觉得啦 嗯啊韩星韩团来台不是很正常吗 对啊 就是哪边有哪边 就是你有国外的粉丝也很正常 有哪边可以弄一下的 就来弄一下 对啊这个还好吧 我觉得不用去设限说 要不要让啦啦队来 让它自然发声就好 那我在这部分我是觉得说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到底想讲什么 你是想要帮台湾的啦啦队 这些女孩捍卫工作权 是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点 就是说可以帮他们 因为你就心里那关又过不去 秀秀子加油 因为你也很爱看 不是我跟你讲那一天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正在法乡区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看比赛 那不然李竹恩跟秀秀子 在你面前跳舞 你看谁 李竹恩跟秀秀子 犹豫了啊你看 心里那一关过不去 秀秀子 投下去 知道你会这样讲 可是我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 不知道啦 我会觉得 其实台湾的韩女孩子们 她们在活力的展现上 或者是甚至在外形上 我觉得没有比韩直的这些啦啦队 就是差到哪里去 但我发现到韩直的啦啦队的这些女孩们 我发现她们适应力真的也很强 很强啊 她们把自己当艺人在经营 对 然后我相信李多慧 我们刚刚提到 她中文为什么那么好 她应该搞不好有去上课 或是自己想办法去进修或什么的 所以 上进啊 对不知道欸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热度会维持多久 会不会 会不会有哪一天请欧美 有可能 可是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现在的所有的 这些娱乐媒体的focus啊 台湾的年轻人接受到喜欢的 大概还是往日韩那一块 居多啦 我个人觉得像韩星韩团啊 可是为什么日本职棒啊 我印象中她好像也没有搞什么 他们比较单纯 哈哈哈哈哈哈 就有他们有啦啦队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记得板神虎就有啦啦队啊 每一队都有 我好像有看过啊 对都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怎么就没有一个球团似的说 大家都在找韩集的 不要找日集的 嗯 对对 这我不晓得欸 这我不晓得 不是啦啦队 哦 他是真的是小电影的演员 哦 我做效果做过有点过头了 对对对对 而且他好像隐退了吧 隐退了吧 好像是啊 对啊现在很难找到他的 可以很简单 还有吗 有有有 你少在那边装 好啦好啦 那大概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韩集啦啦队的这个效应啊 应该还会再延续一阵子 嗯 甚至到 呃到时候职棒总冠军战 我都在好奇说职棒总冠军战的时候 韩集那边也不是在打总冠军战吗 嗯 那这些韩集的啦啦队 他们还可以在台湾加油 应该会飞回去吧 不一定要看你球队有没有打进冠军战啊 是啦是没有错啦 对啊 好吧 不知道 秀秀子干嘛的 嗨 好啦 这个话题就到这边啦 紧接着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 其实7月份刚选秀完 嗯 那 身为一个直男新鲜人啊 到底PLG跟TPBL 都基 这个事情演变到现在这样的话 确定就是不会合作了嘛 对 不要讲合作啦 就是合体也破局了啦 嗯 那所以看来大家会各走各的路 嗯 你有看选秀吗 你有看一下选秀名单吗 有啊 我有看 我有看他们的选秀 我都有看 对 先讲一下PLG好了 PLG这边的话就是莫巴野 嗯 TPBL的话就是雷蒙恩 嗯 那后来其实他们TPBL这边有办一个 所谓夏季联盟的交流赛 嗯嗯 像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啊 我是没有什么时间就是稍微简单看一下 海类 雷蒙恩也是有上场 有表现不错啊 6分5篮板2助攻 嗯 然后他给自己打了一个70分 嗯 你觉得怎么看他接下来新赛季的表现 我觉得他基本上算是新人来讲算极战力啦 嗯 应该是可以在新人球季就会得到不少上场时间的人 嗯 可是他是不是不能以后如果说想要把他纳入中华队 他是不是要走规划 这我不晓得欸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了解的球迷们啊 因为我们在那边聊干话 就是只要了解说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拿美国籍 那如果说到时候中华队真的对于他的 目前向的表现的话 整个生活的球学的历程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嘛 嗯嗯 在进入到选秀之前他的 这个打球的这个也都是在国外学校打 对啊 所以他的国籍我不晓得 我这部分我倒没有深究 但是如果能够规划到雷蒙恩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肯定是有帮助的 在封线那个部分来讲应该会有一些 或者是他甚至一二号位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升任吧 接近200公分吧 嗯 我看他运球切入投篮各方面 一号有可能没办法 二三号就有可能 嗯 比较有这个机会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两联盟其实没有合来嘛 对 蛮可惜的 合不来啦不可能 你为什么觉得合不来 我觉得要考量东西太多了 这个是如果这些事情一开始可以解决 一开始就会合了 嗯嗯 对那现在各种各 我觉得球团都有各自的打算吧 就是说我在经营直栏这一块 我到底是什么取向 嗯 就是说我可能有很多功能嘛 嗯 当然获得收益 赚钱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他们摆在第一顺位的考量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 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不容易 但是不管是在整个企业形象的行销啦 或者是说周边商品 或者是说他他比如说像银行 他有信用卡啊 嗯 或者其他的王道银行 对对对他的商品可以做宣传的管道 或者是说可能结税 因为投入运动产业有他企业结税的一个优点嘛 嗯嗯嗯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他们考虑的东西 那如果是考虑这个东西 摆在哪个联盟 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 当然有人看是最好 这个对他们来说才是收益最大 其实票房对他们来讲是跟吸金程度 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啊是啊是啊 但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是 现在到时候等两边的联盟到时候正式开打之后 我觉得会有一个新鲜感啊 就是说大家还是有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关注度TPBL会不会比较高一点 毕竟他是一个算原本的T1联盟 跟PLG联盟里面的球队 嗯 combine起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对战之下 吸金程度真的老实讲不否认 也多多少可能会比PLG好一些 嗯 我觉得一定会有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车的TPBL 把部分的P-League球队并入 对他们来讲绝对是大家分 嗯 因为以往过去P-League最强的在什么 行销 嗯 跟球迷的巩固 对 那其实把这块经验带过去 因为原本的就像梦想家工程师 原本自己的球迷就是很稳的 嗯嗯 那这块带过去 那其他队可能就有一些效仿的 这个 这个这个 或是说精进自己的动力 对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球迷 对 这会互相竞争嘛 竞争不是只有在场上 对 场外的行销宣传等等的 怎么样增加周边效益 这也是一种竞争 所以他们应该会在这方面达到一个 我觉得互相激励的效果 所以未来在P-League这一块 我觉得声势肯定会不如TPBL 我个人认为 嗯 就是说为了比赛两台同时开打 对 那你要看哪一台 我真的会稍微把目光放在TPBL 对啊 对啊 因为毕竟说真的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的组成是过去的A 我们就不要再讲什么T1或PLG 就是一个A联盟跟一个B联盟 里面的球队跳出来 然后参与组成的 嗯 所以那个交流跟精彩度 先不要讨论到精 好我们也先不要讨论到精彩度 就是说至少这样的对战组合 它是一个很新的 嗯 对啊 有话题性 对 在这样子新的组合之下 大家就会想看说 过去都是谁对谁 比方说创造出来的话题 谁对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小安可能对谁什么 这一次小安被挖到梦想家了 然后梦想家 他如果对上以前的台P 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什么什么的 之类的 那这个对战组合之下 我相信那个话题啊 对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从头到尾就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话题 然后持续这个温度 大家才会一直去关注这些东西 就像人家在讲什么P-League有批堡 批堡 就是只支持P-League这件事情 对 我们其实也是看P-League居多 像我之前看富邦勇士 对对我跟你一样啦 我大部分都是看P-League 但是现在 其实球迷回到最根本 我只是想看球 我其实不会太在意说你是哪个联盟 因为现在大家的目光看哪一台 其实我就会想要看哪一台 概念是这样嘛 我们平常是以下 最简单球迷就是 我平常是以下聊天有话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 诶你刚刚那一场有没有看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今天你 你看你都在看SBL 那我怎么跟你讨论 干 就没人在看SBL啊 怎么弄 对啊怎么弄嘛 怎么弄 这个很现实啦 但必须这样讲很现实 那只是说 就大环境来看 我们还是会觉得如果说能够整合一个联盟 嗯 然后把整体效益最大化 嗯 绝对会比分化更好 对啊 概念上是这样 对啊 而且就是未来我们国家队的 这个球员的整合上 其实我觉得 一定会 因为大家在一个联盟里面嘛 所以那个过的时间 然后日子什么是修赛季的时间什么 大家都是步调都是一致的 对啊 就不会有所谓两个联盟 然后他的时间可能比较早 或他的时间可能稍微比较晚 嗯 那你回到你讲 就是要打造一个中华队的时候 嗯 我这个时候 哦我可能要去 哦拜托拜托你 你如果是 你同个联盟比较好协调啦 对啊 我认为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其实有网友我在 整理这些资讯的时候 其实我有看到有些网友 包含之前 呃 王董事长登高一呼的那个时候 有的人就说他被鼓了 你自己怎么看 你觉得你觉得这样子 他从PLG长大 最后走到TPBL 你觉得这算被鼓行为 我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被鼓 嗯 因为本质上在商场上 就没有什么叫做被鼓 是 就是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去考量 因为他毕竟就商业考量来讲 是 他必须 说较难听啊 是过我大病嘛 嗯 就是要对啊 哪边因为他其实也有人要养 你球团有这么多工作人员要养 然后有这么多球迷 就是你要负责嘛 嗯 那其实球迷就像我刚讲 我个人是不会说坚持一定是在哪个联盟 对 那今天国王 我是国王的球迷 身为国王球迷 如果国王到哪个联盟到 我当然就看哪个联盟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这个部分其实我也突然想到 其实苏豪到底现在下了下一个球季 会不会带在国王队 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消息 这部分我倒没有看到很明确的新闻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假设啦 如果他真的是选择的结束可能篮球生涯 或是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国王队的整个 不管是战况 或者是球迷的一个支持程度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起一些化学变化 再加上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原因 我觉得现在你要讲的没有错 就是P-League把这些球队的这个 把这个用这些规则 把大家球迷养得很好 因为他有个属地性 对对从P-League开始 大家有开始所谓的冠名嘛 地区冠名嘛 对对 那身为新北人 假设我今天住新北市 我当然就是支持新北国王啊 那这个东西是不会因为联盟而改变 那会不会因为什么明星球员走了 就会有点落差 我觉得多多少少 因为毕竟这些 我们就讲散户跟主力啦 球迷也是有分散户跟主力的 散户就是我路过看一下 那不然就是说我可能 偶尔今天看那队明天看那队 偶尔坐在电视机前面 看先来拿两队再打 其实我们也算是类散户球迷 就是不是说真的很铁粉那种 只是说我有特别看哪一队 那今天明星球员的离开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这些散户 可能会流失掉一点 但是其实真正支持新北国王的球迷 我相信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我也相信新北国王是一支 用心经营的球队 他就算走了影响好 他会找其他话题的人物来补啊 或者是说这一季我们要拱谁 拱离凯燕出来 当我们的当家球星 或是怎么样 那总是要去try嘛 搞不好他这季也打得很好啊 各队都是会有这样的盘算啊 其实上一季闯军总冠军战的PLG的球队 但是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蛮shock 就是没想到竟然会 其实他们人家来也是工作而已啊 所以换来换去我觉得很正常啦 这个事情球员的流动 就像你职场上的人员流动一样 那只是说他的圈子比较小 其实就是资产买卖嘛 对啊 包含布依德 他这一次也转战到了桃园领航员 所以桃园领航员等于是说在洋将的部分 不要讲说全部应该也没有到全部换掉啦 只是说当然一个重要的主力走了 然后就补了布依德进来 所以我觉得今年夏天 从原本的合到最后不能合分开 然后经历经前阵子的选秀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自己看的我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最后搞到这样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超期待说 会不会就是到时候开始选秀的时候 然后大家全部12支球队 全部都是球球做几会 开始算 然后就没想到最后是 因为我那时候我人在大陆出差 然后我就是看到这些消息 我想说又去了 又去了一次 又要再浪费一年 我们的fiba的排行榜的话 应该要持续下探了 我记得那一天公布好像是80几 83 我也忘记多少了 反正就是说 比之前已经创下了相当相当低的 对新低新低 跟股票一样创下新低这样子 所以不知道啦 我还是希望说真的在 就只能寄望下一个球季看能不能合 其实之前有人爆料说 在11月底 欸11月初或10月底开打之前 嗯 有可能大家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契合一次 我干我跟你讲我最近看这些新 我都看到后来都不想看了 对 因为太多留言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一下给人家期待一下又给人家落空 就是我后来已经不去看这些新 我就等到你们开打怎样就怎样 我到时候就是当一个看球的人 就是当吃瓜群众 只能这样子 只能这样子 因为我们说实在帮不上 没有话语权啦 就是我们帮不上什么忙 而在今年的选秀过程当中 其中有位球员 陈将双 嗯 其实他有被新北国王挑走 嗯 不过后来他选择了CBA 他去了南京的球队喔 好像在热身赛的表现 并没有到相当的突出啦 甚至有蛮多的文章跟评论 有稍微就是讲说他有可能在CBA 新赛季到时候开打的时候 有可能会 试出 呃不至于到试出 但是有可能会被兵一阵子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回应到 我们之前有一次在聊CBA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不仅是自己的能力要好 嗯 那个关系就是你上次讲的 你可能那个氛围你都要 你都要喘喔 都要准备好 因为很竞争啊 对啊 那教练要用谁干嘛的 其实他有他 除了球技以外的考量 对对对 那还有另外一位球员就是林秉胜 他加盟了广夏 广夏好爱用台湾人喔 对那我觉得广夏会选他 是不是智杰的一个效应的关系啊 其实好像智杰 吴戴豪是不是也有广夏过 对然后还有包含老金 老金是不是 刘真也有 对对对对 但是后来他去他去上海了 对对对对 对啊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在这样子 有的台湾过去球员在 他们那个球队建立的一个 有可能 脉络之下扎根很深 嗯 开了这条路出来 对对对对 所以让让球团在所谓选秀的时候 嗯他会去多一个选择就是说 欸其实如果挑挑台湾的球员 嗯也许是也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球团或是说 经纪公司在中间又打通关 嗯就说我跟这个球团建立了一定的默契 也是想办法POMO 把这个球员POMO出去这样子 当然好用一直用啊 你看智杰这么好用 刘真也造成很大的就是帮助 对也有很大的帮助 嗯嗯 所以现在有台湾全员要引进 他当然会说 欸那也可以踹踹看啊 对对对 可以试试看啊 今天我早上看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陈英俊 嗯他将要转战北京首钢 哦就是林书豪之前待过的 对对对对 因为广州龙司因为一些 诶看看北京首钢是不是很强啊 他们还有一个天才后卫不是吗 对对 还有另外一支风线也很强 对对对 那我觉得广州龙司 当然他们有考量到他们薪资的一个结构 嗯 那还有球队的可能过去这一段期间的表现 嗯 跟战机等等的这些考量最终呢 就是把英俊释出 然后送到了北京首钢 球队是不是也收起来 球队没有收起来吧 但是好像听说是薪资的部分 也造成他们在财政压力有一些负担 嗯嗯 所以他们我相信真的不会 也不会有人真的杀到他 英俊也算是第一控球后卫吧 对啊对啊 不会有人要把自己手上一个好的S牌 然后无缘故打出去给别人用 嗯对啊 所以CBA的部分呢 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TPBL 或者是PLG 也许未来陆陆续续有可能就会 养成越来越多台湾的球员 可能也渐渐会输出到CBA那边去 日本也很多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未来的一个 搞不好会形成一个很像亚洲大联盟篮球的这种趋势 人跑来跑去 人跑来跑去 我觉得是好事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互相交流状况之下 他就也整个亚洲的实力 我们不要说台湾啦 台湾我们真的是差 我们邻近国家真的是越差越多 对 现在真的落后蛮多的 对啊 但是互相交流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训练方式 经营整个职业市场的方式 都不太一样 嗯 那都有互相取经学习的空间 嗯 然后在今年夏天呢 一样的我们大家如果习惯看篮球的人都知道 夏天有穷师杯 欸 那今年穷师杯其实发生了一件事 嗯 就是所谓的男女男出场费的不同 欸靠我不知道他们有出场费这种东西欸 呃我也是后来新闻爆出来才知道 出场费是怎么样 就是你有上场才有吗 还是你有登陆就有 我觉得应该是登陆吧 哦 因为登陆名单之后 就代表这个球员是随时可以派上场上的 哦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但我不知道 如果讲错的话 听众就是可以科补一下 对 那他们的出场费用的差别 就在男生是五千 嗯 女生是三千 OK好啦 那这个就引爆了一些小爆点啊 就是大家 甚至有网友就是说 啊你有钱请这些辣妹啦啦对 居然没有钱给球员的这些出场费 那工会也痛癖 就是说有点同工不投筹的状态之下 嗯嗯嗯嗯 你怎么看这个这个事情 我我先讲说为什么 我猜啦 为什么会这样规定 应该是说男女男现实上 就存在一些收视上的差异 光看能人口数的差异 其实我这个有点认同你 我稍微打岔你一下 我觉得跟每一届呃我们邀请来的 因为他是国际邀请赛嘛 所以邀请来的那些国家 嗯的数量的多寡 可能也会决定的这个费用 嗯 因为你懂吗 如果我们邀请的国家越多 嗯 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些国 邀请来的国家的 他们的成本支出负担就会越大 嗯 那相对反映到我们自己球员的出场费 可能就会 我不知道啦 我自己猜会被压缩 是 好那女男那边的状况 显然的球队不多 嗯 那球队不多 他是不是就觉得说啊 那就等比例减少 有可能啦 但是说我觉得这个是 纯粹是主办方的一个收支考量 嗯 我只能这样子猜 不然我想不到为什么要不一样 嗯 再回到说这件事情合不合理 我个人是认为不合理的 所以你自然要有出场费这个东西 在 因为大家都是上场打球嘛 对啊 付出的劳动跟努力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你做这样的差异化 会让人家 确实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平 嗯 所以我个人是认同 就是大家都要一样 你知道那个时候男男友发声明说 那不然我们自愿降跟你们女男一样三千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网友就泡得更严重 就说 干你居然让男男自己发声明说 我自降降成跟他们三千 你应该是女男要加上去什么的 应该是女男要加上去 对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差很多 而且讲真的 那五千块对这些职业球员来讲 真的有很多嘛 嗯嗯 其实不多啦 嗯 这只是一个Kimoji 对啊是Kimoji问题 凭什么为什么我们女男要比较少 是 我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子去线缩女男的一个一个 就是感觉有 有点像矮话的感觉 你应该是说要去promote她 因为女男就已经比较少人看了 你不会觉得说男鞋在这个事情 书里上熟到 你这样真的下面子 你知道吗 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情 其实不必要 你就立刻两千加上去 大家就觉得说 哦 水 对 OK 其实球员才登录多少人 一个人加两千才花多少钱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 对 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 我好像有做过这个动作 就是我去 我忘了是蓝鞋的网站还是哪里 我去看财报 那他们就是 果然是会计的 他们就是有把这些收支公告出来 因为他们的 他们就是财报也是有给 经过会计师去做一些审核 只是说他们呈现的方式 可能不是我们市面上看到这些上市柜公司 什么四大表 这种不是 他们可能就是很像所谓的一般的资产负代表 跟所谓的现金收支 这样子而已 那我印象中我看到的就是说 确实在收支方面蛮辛苦的 我不是替蓝鞋讲话 我只是说就我的感觉上 就数字上的变化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收支其实也是蛮硬 有可能啊 但这个整体里面内部的结构当中 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我我们不晓得 因为我们人也没有在里面运作 只是说如果说每一件事情的出发点 都是以前开始做衡量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根本要好好的去处理看看 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很不错的收支平衡点的时候 不要讲平衡点 或者是良好的收支状况的时候 你才可以想办法让这个国家队以后在主训 或各方面干嘛的 你才可以好好的运作下去啊 否则我跟你讲 到明年穷四杯 男人女男都三千 去年不是五千 为什么占将两千了 看老师 你蓝鞋如果这个当下 你什么都不解释 你不是说老师 你不是说要被救命生命 是啊 我觉得省那个 你省不了多少钱 你反而应该是要去开源 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解留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要想办法找收入来源去大过于你这些未来可能要因应的支出的cover 对啊 我跟你讲啦 省钱比较简单啦 要赚钱比较难啦 要去拉赞助 要去开源比较难啦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 我就是省经费啊 那一省再省 其实你你这个这整个组织 或者说你办的活动 其实不会进步 来来来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时候你在新民国中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问你那时候有 我不要讲厂商好 有没有人赞助那个学校校队 没有吧 所以都是 家长自掏腰包啊 所以都是那个家长会或者是那个 就是这样丢钱 那我跟你讲现在好像有了喔 前几天那个在办新民杯啊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原本想去看 但是没办法 我以为你说你想去赞助耶 没有 他会做一块牌子给你啊 对 杰出校友 Red Chan Red Chan Red Chan 赞助3000块 超少 帮你频道打个广告啊 Speak up 对对对对 帮你频道打个广告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就是说 如果基层篮球 他们在经营上 是不是就真的更新 一定是这样啦 那但是 现在 就追求一个小而美 因为少子化嘛 嗯 那你当然希望说 在这样的有限经费 跟有限的球员资源 状况之下 我如果要办比赛 我要把它办到小而美 怎么样做到尽量精致 我问你问你 你那时候心明 我记得你也有出去跟别的学校比赛啊 有啊 那你们出去不是要包车吗 要啊 学校出啊 是喔 学校要出这个经费啦 那当然 因为其实我们也花不了什么钱 我说实在话 啊你三档呢 三档是怎样 三餐 我们的球 很多都是家长买的 我记得我好像有曾经去楼上参观过你们的休息室 那不是休息室啊 那是什么 就废墟 你是 真的就是废墟啊 很扯啊 就是破破烂烂的啊 因为那个真的超破烂 然后那个就是 那个味道啊 那个main way啊 不夹当啊 其实也不太会去那边休息啊 对 那个只有去搬球车的时候去那边 我知道搬球车啊 或者是你们有一些装备跟设设备啊 放在那边 那一次去 我就也是有点shock 就是说 哇靠你们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耶 对 所以实在根本就花不了什么钱啊 你顶多出去比赛一些交通费啊 交通费那 其实我不晓得 但是我知道很多我们的生活用品 或是说 偶尔会有一些营养补给品 对 那是家长会支援 所以都家长自套要吗 真的 就是被爱乌及乌的乌 对 哇靠 所以 哇 这个你不讲我真的还 不知道不知道这些内容 我那个时候还以为说 会不会有一些赞助商 因为现在 就现在的高中篮球 或者是国中篮球 我都觉得好像隐隐约约跟 会有些sponsor 你知道吗 那现在 没有今天我如果是企业 我要赞助这个东西 我要跟公司交代说 投资这个有什么效益啊 我赞助这个为了什么 ESG啊 那是现在才有ESG嘛 我们那个年代哪管你什么ESG啊 没有没有 没有嘛 连公司治理这个东西什么鬼屁都没出来 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连读懂这种东西都没有 对啊 还在监察人的时代 我觉得是时代不一样 就是说你要有诱因 企业当然会朝这个诱因去嘛 对啊 台积电跟那个 像我之前待过四大事务的时候 知诚他们都有 他们现在都有组球队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组球队是不是为了什么 刚刚我们讲到了永续这些的一些promos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不晓得啦 还是说真的就是为了员工们下班后 想要组一个有个社团活动还是怎样 不知道耶 就是我还是希望这个环境可以越来越好啦 听起来是会让我觉得说 真的不是什么很大笔的钱 就两千块就赶快补上去 对啊 因为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个是环环向扣的 就是你一个职业运动的市场要能够蓬勃 一定要有钱进来 嗯嗯 你有钱进来比赛办的好看 嗯 才有人会看 嗯 啊就是一个循环 那你要怎么样吸引企业能够投入 嗯 你要嘛就是比赛要先好看 要嘛就是你要让他这个进入障碍变 或是说有一些有一些有些诱因在 那诱因是什么 可能就是政府 譬如说现在我们赞助体育活动 可能对你的税务上有什么这样的减免的优惠 好像有这个条款 有有有这个有这个有 对对对 那我们是不是力道可以再加大 对啊 对啊 还是说我们再制定什么样的方案出来 吸引更多企业来 不管是不是篮球啦 你网球雨球都可以啊 跆拳道什么奥运的那些吗 通通都来 都可以啊 那就是你要支持一个体育活动在国内的发展就是 我觉得还是只能这样子啦 嗯嗯 对啊 既然聊到这里哦 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一次的奥运篮球 我们的第三个话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日本的篮球啊是超牙甘美啊 他在奥运舞台上呢 又让日本的篮球再度伟大一次 我不知道这一次你有没有看奥运篮篮赛 我是后来才回去看 嗯 我是回去看 因为日本这个话题就是那个时候很热嘛 干何春真的太太狂了 是 太狂了他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人快要屌打全部的感觉 对啊他很像就是就是已经具备NBA实力的那种人 嗯 感觉上 因为他看他打法国打德国 嗯 其实每场表现都很好啊 对啊 稳定输出 对啊对啊 其实不输 其实到国际赛就是稳定度的问题啊 对啊 对啊你只要不会乱震脚 然后你又可以稳定输出的话 基本上那个表现的内容上就是不错 那当然我们提到何春永辉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对上地主法国队 对他狂飙了29分 嗯 对他是不是有拿到那个灰熊队的短期合约 对有拿到灰熊队的一个短期合约 嗯 那包含就是他们当时队上的富坚勇术啊 据了解 守那个法国队的温奔压马的时候 两个人身高差到了55公分 哦对啊我看到那照片 对对对有有有一点萌 不过回顾那场比赛来讲话 呃关键的第四节的黑 我不能讲黑哨 新闻很多标题叫黑哨 来你觉得那些有没有犯规 我觉得没有 我还是觉得没有 我也觉得没有 对 说实在话 我觉得没有 而且那个说穿了 如果现在认真要去检讨这件事 检讨这个哨的话 我觉得是地主哨 哦所以就是黑哨咯 没有啊反正日本人不会听我这个节目 法国队也不会听我这么棒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那有点地主哨了 可能啦 我是尽量因为奥运这个殿堂了嘛 我尽量不朝黑哨去想 我宁愿把他想 因为确实两人是有一定就是有点近 但是真的是没碰到 因为我看到后来他在防守的时候 其实有点刻意要直上直下 我觉得真的黑哨是 你真的被犯规了 但是没有被吹 或者是反过来 你没有真的做什么动作 真的还距离超远 可是你无缘无故被吹一个什么 那以那一球来讲 我觉得他们两个距离真的很近 进攻方 当然法国队的球员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演出来的 他没有做任何演的动作 其实他没有演 只是说他在准备去接球 要投篮的时候 他在腹肩在追访的时候 手有稍微去做了一个靠 扶着腰的动作 应该是和春 应该是和春 和春是不是 对对对 没问题的两个声 其实和春在追访的时候 其实只是稍微手扶在他的腰上一下 但是他接到球准备投篮的时候 他就其实就很克制 我记得他有咬手 他有说 但是他有直上直下 他甚至也没有往前扑的动作 所以那球确实可惜 你知道听说裁判啊 他就是 不晓得是IG还是Twitter被漏售出来 他有 留言被炸到爆掉 你知道吗 他后来有被检讨吗 被官方检讨吗 没有 好像不了了之 我觉得应该是不了了之 也不是说什么检讨不检讨 就不了了之 但是就是他个人的那个IG啊 跟那个Twitter 好像整个都炸掉了 就是大家留言这样干到吧 不会啊 换个角度 他是法国英雄啊 你也是很敢讲 对啊 他法国英雄啊 但是我觉得 从这一次日本队的表现上来看 我觉得 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车尾灯了 看不到了啦 看不到了 真的看不到了 太可怕了 我敢说现在日本国家队打中国队都不会输 有可能 对 我觉得不会输 而且我特别要强调 我特别想要讲一个球员 就是巴春蕾 其实我觉得巴春蕾的加入 对他们来讲是很补的一件事 因为亚洲其实现在补所谓的外援 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嘛 就是没什么了嘛 所以我们在亚洲的球队里面看到这种所谓老外的四号位或五号位 好像 他不是外援哦 对 他不是外援哦 他是日本人哦 对 我现在讲就是说 巴春蕾是以日本人身份加入 所以在他那样的身高 而且他又是NBA洛杉矶湖人队的球员 嗯 干这个 这个球员竟然很补耶 他其实也不是只有巴春蕾 他其他球员也很强啊 对 其实他 他还有很多 像那个什么 那个中锋叫什么 他还删了火锅吧 对不对 对啊 那个中锋也蛮强的啊 就是 我们这样会不会显得很不专业啊 一直讲不出人家的语名 哈哈哈 没关系你再剪接吧 我这要怎么剪接 他叫做 渡边飞涌 Hew Watanabe 你用Google的语名啊 可是 我们其实要讨论的不是说 他们哪个指标性的球员 当然有 有指标性的球员 可是 应该是要讲他们为什么在短期之内 嗯 整体篮球数值进步的这么快 嗯 为什么人家做得到这样子 嗯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 可能我觉得 国民族性的关系 他们在全新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起来支持 而且还会把那个事情做得很细腻 执行得很到位 就是比较不会像我们这么分你我 嗯 球团跟球团间可能不会存在这种 这种就是说 我的利益你不能侵犯到 对对对对 凭什么你拿的比较多 就是大家反而会变浪力 就是今天有一个 因为他们有改组过 15年16年嘛 1516年改组过之后 哎 跳出来有人跳出来主持公道 我就是B League 就是大家联盟说了算 要加入的人来 日本篮球公道博 对对对 那大家就是 有人登高一呼 那大家就是配合嘛 对啊 那这样子进步才会快 那加上他们自己本身在运动教育上 这种 做基本的做得很扎实 就是你看到不管 这个回到我们之前聊了嘛 就是把很像那种 高中甲子圆球队的这种模式 训练模式 这种组织跟系统 整个埋到每一个 每一个阶段去 小学你是这个阶段的训练 到了国中高中 你是这个训练 到了大学 不一样 大家我们上个阶段 其实如果还有认真在听的话 其实我们刚好聊到瓊石碑 他们这次是派U20的代表队 对啊 是青年队来这边练军 我们的瓊石碑已经被他们定位成 练兵的地方 对啊 对啊 而且我看了几场表现 其实他们打的都不差 不差 不差 所以其实 这个还是呼应到今天 可能第二个新闻我们提到 刚刚在后半段有提到 所谓中华队的这些状况 然后台湾篮球 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些状况 真的跟我们现在形成一个 超强烈的对比 是啊 我们讲难听点 真的有点在自嗨 对对 我们当然要支持国内的篮球运动 就是你有支持他才会进步 但是某种程度我们看看隔壁人家 隔壁班的 看人家就是以前 以前是被你甩在后头 现在你看不到车尾灯 而且他们那样现在 有了成效 有了效果 甚至有了不错的成绩 虽然这个成绩 OK maybe在first round就 就拜拜掉 可是大家都是 大家是那个发自内心的 对你虽败有了 Respect 对Respect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 把你当作是亚洲的number one来看待 现在变成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对象了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以前大家勾病说 亚洲人你黄种人就是长得不高 跳不高爆发力又不好 打篮球打不赢 这些欧美国家很正常 看人家现在在奥运殿堂 用一个后卫把你杀爆 也没有输很多 其实也没有到输很多 就是说是有一波的可能 我觉得田沃永泰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在当时一开始 给了很多信心 对对对 就是说我身高这样 林北曾经打过太阳队 这个这样强行针 一打进去 大家就是想办法 那再加上他们自己也很团结 就像你说的 中间历经了一些状况 我记得曾经那个比利的主席 有被访问过 然后他们就是有提到说 他们其实走过这个阶段 其实那个时候蛮辛苦的 就是要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也是花了蛮大的功夫 去扎根这些事情 因为其实你看你要办一个职业运动 在国内其实是属于 可能不是这么多人看的 相较于最热门 比如说有棒球 有足球 什么的 其实观看人数都比篮球多很多 那你要怎么把这个运动扶起来 进入大家的视野 然后要能够培育出好的球员 让他们在职业市场能够赚到钱 组织作战的方式 对系统 对然后又刚好打出好成绩的话 这个东西马上就扶摇直上 是啊 所以你在国际赛有好成绩 或是不要说国际 在亚洲的杯赛要打出好成绩 你才有可能 就是激励国内这些球迷 或者是说球员的信心 说我们这个运动是强的 那我的小孩未来训练 从事这样的运动 是有前途的 不然你看 你都 大家都是背名 那你跟你说 妈我要打篮球 但是你现在打的 又给你吞吞吞吞吞 你知道琼师辈 我们后来是第二名 你有看那个对菲律宾的那一场吗 对 就是最后在最后的几秒当中 原本还在领先阶段 干干干一直失误 连失误干干干干结束 对啊我有看 有点可惜啦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高景伟我觉得他 在后来一直被炮嘛 所以他传那个球 就是很追啊 对啊就是 可是我还是觉得 尽管他有那样的失误 你不能否认他就是现在 新一代权里面后卫 数一数二有天分 懂啊懂啊懂啊 他还是数一数二有天分 那他经过这次的 我觉得这个不管比赛结果 可能有一些责任在他身上怎么样 这后面都会转化成他进步 或是未来抗压性的一个提高的一个动力 对啊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交流赛 我觉得虽然不知道会不会转播啦 我不晓得是YouTube转播 还是可能 未来还是爱尔达 到时候会不会转播 到时候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因为我觉得 人家其他国家的指南 在跟我们进行交流赛的时候 有的时候 虽然大家可能不会在当下 拿出百分之百的实力 或者是甚至是派俄军 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小细节 或值得我们去观察 去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韩子也有他的可看性 因为韩国选手在我的印象里面 就是投篮的稳定性非常好 不是啦啦队 没有 我就说我是本职球迷 我真的没有在看啦啦队 我只有追踪几个 我看一下 可是这一小子 那么就是 points 没有我是说 其实我后来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 那个 那个 像许讯好了 他其实 我去看他参加赛季的 那个命中率 他们什么叫做射手 他的两分球命中率 四成 我没有记错 他是四成 三 他每次出场 大概平均30到40分钟 几乎打满 所以他突然的次数 应该是不会少的 OK 他出手次数不算少的 没有 所以你这个代表 你刚刚讲的呈现数据 其实也代表它稳定度很高 稳定度非常高 那什么叫射手 我们在国内像 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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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颅 对 指标射手 不然没关系 等一下这段我可以用逼的逼掉 不用逼 没关系 反正这命中率 两成多三成 三成出头 三成出头就叫好 就射手了啦 我们就三分线 像就算射手 也算是接近四成 这我们叫做射手 我们不是要 就是贵尺薄比 就是不是只说别人好 只是说可能在训练上 我们有没有什么值得参考或接近 因为不可能 我们讲了这么久 我们看球看这么久 我们也不是没有强的过 你认真起来 当然我这整集都很认真 对不对 可是我的感觉是有点可惜 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可能打过一小阵子篮球 我们都知道那个训练 其实还是比较古板 我记得你是中途 后来才加入球队 就是王庆祝老师把你挑进去 后来一直来问你 因为就没有替补中锋 屁啦 这个板凳太冷 叫人去热一下 然后我记得 我有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那时候刚进球队 因为我们不是在外扫区会打扫吗 然后我就看到你在那边练投篮 就是他在旁边一直盯你 就是投篮的姿势还是怎么样 可能在调姿势 对对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说 开始一进去就认真的 就魔鬼训练了 球队训练一定是这样啊 但是我想讲的是说 这个训练方式一定是要一直与时俱进 然后再来就是说 更科学更系统化 对对对对 然后更这个体制化 就是说你在国小国中高中 这段怎么 我觉得我没有进步 就是以前没有这么显著的说 我高中球队去支援你国中的训练 或是我大学球队去支援你高中的练习方式 因为你这些学校产出来球员 未来也是我的总体 下降或上升的训练对不对 就是降下一级或上升一级 对对对对 就是教练团之间的交流 或是训练方式的交流 甚至在器材上的精进 我怎么样去在球员整个成长过程 生理的成长过程当中 去给他最合理的训练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及早做的 因为很少有天才说什么 以前没练过球高中打几年球 然后碰一碰突然变篮球少年 不太可能 天才少年 我们的人口数就没这么多了 有天分的球员就是可能就没有国外 就是其他国家这么多了 我已经讲到人口数 我真的觉得人口数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有啦 真的有 虽然我知道 有一些球评 或者是甚至球迷们 在讲到这部分的时候 觉得没有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 真的 这是大数法则嘛 就是天分球员是出现 是有一定的几率的 这个回到 曾经洪一中教练 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 他讲过 他说 日本国家队在挑棒球球员的时候 或者是说 日本队他们在要组队去打一个不知道什么比赛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国家队的时候 他们不只可以挑球技好的球员 还可以挑颜值 干 有这么狠 对 就是说 那个人口的 从事这个运动的人口种数相当多 多到就是说 你今天可以分门别类去挑了 嗯 对 所以我还是真的觉得说 人口数 虽然我们大家 大家 从事篮球运动的人口也很多 嗯 但是你说真的 今天问你说 哎 哎 要去打一个业余 还是要去打一个纸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有 还是可以透过训练来迷笔 嗯 就是你的训练 跟你整个运动环境的的的的培养 嗯 是对这个方式 不然我们也不是没有人拿世界冠军啊 是啊 也是有人拿过世界冠军 对啊 在其他运动嘛 嗯 那他们是怎么样栽培 你要讲平央配嘛 嗯 对对对 就是当然他们从事那样运动的人口 可能没有比如说篮球棒球 对对对对 啊就一个人两个人在打而已嘛 嗯 啊这个整个纵观整个全台能够打雨球的学校 也就那些嘛 嗯 那你要从中去集中资源在一个人身上 是相对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 我们还是有人才 嗯 所以那要怎么样去培养出更多有潜力的人 然后把他集中资源在他们身上 人才库的建立 再从人才库里面去集中资源 在某一些特定优秀的人 对对对 那其他没有办法跟上的人 我们还是持续努力栽培 然后培养完之后 然后就被国家其他国家的球队买走嘛 哈哈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听起来好像挺顺的 对对对对 啊你可以去大联盟啊 啊申招的时候也不回来啊 没关系 啊申雅如果结束的话 啊转教练嘛 啊转教练啊 我差啦 对啦对啦 一样台湾之光啊 干我们收在这个结尾 是这样行吗 诶今天聊了三个主题哦 从啦啦队到我们台湾现在自然的变化 然后还有这段期间发生的事 以及最后的刚刚提到的 日本的篮球现在的状况 我想不知道诶 也许下一次我们再聊篮球这个话题的时候 会不会又发生了什么 不会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乐观一点 因为毕竟不看球 今天这一集好像很悲观 我都妈这走到后 上一集很悲观马的 怎么都那么悲观啊 上一集哪有悲观 上一集不错啊 上一集棒棒啊 哦 上一集你有蹭回来啊 我有蹭是不是 但是对那但你刚很认真 就整个就是整个已经荡下来 就是 啊 我是很感慨啊 呵呵呵 没有就是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喜欢篮球的人 那我们下了班 做有球赛 我们就转开电视 这是我们已经是一个生活习惯 我给那个TBBL联盟哦 最后一个建议 我建议那个周二跟周四哦 你真的有的时候可以排一场 真的真的 我跟你讲收视率绝对不会掉 你相信我 真的不会掉 为什么周二周四 没有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周二周四 刚好是处在一个 像周一刚刚当完畜生 很累 一天早上当完八小时的畜生 刚回归畜生 对 然后下班以后就一直望嘛 望从一路望望到牵摩托车回家嘛 然后回到家可能又要用小孩就继续望嘛 一直望望望望望到睡着 隔天礼拜二的时候已经习惯这个望望模式了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很自然的下班 然后就看一下今天电视有什么 居然有球赛 不错不错不错看着 我觉得那反而变成一种小确幸 对对对对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偶尔排在一个周二 或哪一周的周二 也不一定周二跟周四都一定要排 就是稍微点缀一下 可是你说的是收视啊 那现场怎么办 现场就 还是说你觉得大家也是会到现场看 大家就买票进场啊 就加油啊 我电视剧啊 我觉得这个是分很多层面啊 就是我其实也认同 因为他现在球队数多了 他势比比赛数也会多 对 他比赛数多 可能周间就是要排更多场啊 不然你怎么安排赛程 那现场你说人不多 干这个大家就要去行销啊 怎么促销让球迷进场啊 就想办法 反正电视 或者是每一支球队 你干脆就是要 都要安排一天有礼拜二 大家在自己的 比方说他打满30场 我举例 对对对 打满30场当中你至少要有可能三场的礼拜二跟三场的礼拜四啊看你要怎么塞 你可以跟联盟一起讨论这样 对啊 他们赛程出来吗 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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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好啦好啦 那大概 我没有话要说了 没有话要说了 我去擦眼泪 无言 好吧那今天大概就这些篮球主题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不要吝啬 稍微给一下五星好评 最近很可怜啊 什么星都没有 然后就 我们现在后台看得到我们的那个观 我老实跟你讲好不好 为什么第一个主题摆啦啦队 在这个结尾的时候 我们上次第一次聊啦啦队 我们排行榜有到前五名 什么排行榜 就是我自己的频道的做的目前的节目里面 然后聆听数有到前五名 然后甚至超车调蛮多一些访谈的内容 哦 对对对 所以 那你的受众群都是几岁几岁的人 这个看得到吗 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男生女生看得到吗 男生女生也看得到啊 直男居多了 哦 对啊 所以难怪啦啦队人家都会听 不然你下次来开其他的话题啊 对啊 台星不知道 不是后来之后会争选 会有那个男生啦啦队 真的假的啦 对啊 我上次有一集有讲啊 到时候男生啦啦队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找一天再来聊 哦 那我觉得你愿男生啦啦队来受访会容易很多 哦 真的哦 对 只是你不想而已 会有 会有 是蛮不想的 因为我并没有很开心 秀秀子等你哦 啾咪哦 好吧好吧 今天话题就到这边啊 我是Red 我是老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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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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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